福利国小厂 开幕典礼 典礼开始 南投县因地处偏乡 在教育资源上相对于都会地区也是比较不足 为了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 今年来 南投县政府教育处除了积极发展 一校一特色的方针之外 同时也鼓励学校积极参与科展 玉闻竞赛 机器人大赛等等的全国性赛事 希望让学生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 能够活用课本所学的知识 进而能够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 日前 南投县政府教育处 为了推动科学教育 南投县政府教育处特别配合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之前在普里国小举办科教巡回教育系列活动 除了为期两天的科学闯关体验之外 也针对偏乡举办道校服务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城乡科学教育能够平衡发展 南投县政府这一次跟台湾科学教育馆 有一个很大的合作 我们有三种服务 第一种是园游会 有三千多人可以到普里国小来参加 另外我们在普里国小跟鱼齿国小都有定点服务 我们有巡回车 有3D立体 有实际体验 可以让两千多名孩子有机会来到定点来做学习 那我们另外还有实所学校有偏乡的服务 我们直接把科学车带进校园 直接开到学校去 让我们所有的孩子有机会来启蒙 对科学的兴趣 尤其这一次的体验都非常的轻松活泼 但是也非常的有趣 那南投的科学教育 在今年度有非常亮丽的结果 我们在全国团体比赛是全国第三名 那可见科学教育在南投 是有发展的空间 也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 一直在付出 相信这样的科学启蒙 在偏乡更能茁壮 也希望今天尤其从11所 11个11部游览车 从仁爱乡来的孩子 希望他们今天玩得快乐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推广组主任钱康伟表示 自然科学教育馆 致力与推展科学教育的理念 这次受南投县政府教育处的邀请 到南投县来举办 科教巡回教育的活动 也安排两个定点 以及十多个偏乡学校的 道校服务 希望能够落实科学教育 让远在偏乡的学童 也有机会能够学到 并且活用科学知识 在生活之中 进而能够填补城乡教育资源的不足 让小朋友有机会接触的 一些比较新的科学教育知识 提升台湾地区 整体科教发展的水准 科教馆这次非常荣幸 能够来到南投县 办理这个巡回科学教育 那这次是南投县政府教育处 跟科教馆提出的申请 我们也特别向教育部争取了支持 给予最大的协助 所以这次有特别加码 那整个活动的经费 有超过新台币100万元 我们除了今天办理开幕式 在浦里国小有一个园约会 两天的活动之外 另外我们还会在浦里国小 进行五天的定点参观 另外也会到渝池乡渝池国小 进行五天的定点参观 还有我们从这个月开始 一直到11月底 我们会进行30所学校的道校服务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科学教育 从台北宅配到南投县 给小朋友更多的科学体验跟探索 引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也欢迎大家有机会 能来台北科教馆来参观 这次的活动 台湾科学教育馆 一共准备了3D电影院 未来号 科学车 DIY体验 以及38个闯关摊位 除了科教馆提供的摊位之外 也结合普里地区的环保校塑团 济南大学地震仪 以及PM2.5探测器 以及大臣国中 普里国中 以及红人国中 等多年来参与科展的成果 内容可说是非常的丰富 希望让来参观及闯关的学生 透过每个关卡的闯关与学习 加强他们对于科学教育的基础 他们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协力车 就是三个人一起踩 然后就会这样子 这样搅动的方式 然后就带动这个发电的 他就会唱歌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 用手动方式 手摇的方式 然后这个也会唱歌 然后这里会储存电力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单人脚踏车 然后这里原理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踩的话 然后后面会 后面那台就会发光 然后那个鸟也会叫 觉得还不错玩的呢 因为他这个可能 可能是因为靠我们 同时突然怎么讲 就是突然踩 然后我们的速度和频率要一致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我觉得这一关 就是觉得比较环保一些 就是用能力去带动 然后发电 县议员廖志诚 肯定县府教育处的用心 能够邀请到科学教育馆 来到埔里 举办闯关园游会的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从闯关当中 得到启发 并且这次的闯关 也融入在地环保效素 地震仪 以及PM2.5测试等等元素 让学生有切身的体会 进而能够引发学生 学习科学的兴趣 让学生们有机会 都能够以科学的方式 来研发创新 为社会培育优秀的科创人才 不用 他如果下不来呢 你就稍微推他一下 这样 就是头部呢 不可以朝下 这样他就摔倒了嘛 好 挑战三次成功就过关 开始 立刻 好 开始 我们今天 我们科教官这次巡回展可以来博力 可以让我们头部大浦与地区的学生感受不一样 你在科堂学习不到 利用科学教育 用3D动画 跟他巡回车来 去体验各种不一样的突发的状况 这就可以让小朋友去思考 你的未来 你思考你周遭环境 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的校长 他用爱因斯坦的装扮 就是要取发 要有学生 有一个取发的作用 尤其是他还可以融入地方三个元素 就是我们的环保的校数团 跟我们PM2.5 以及就有我们的这个种种 这可以说都对我们地方的 实际上的 他的周遭生活里面的环境 都可以去用到的东西 尤其是地震的感受 我想突发状况之后 大家都要怎么样去面对 这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有不一样的体验 也祝福今天我们的小朋友 都可以收获满满 可以把科学教育的巡回长 可以遍地开发 每个学校学生 都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 这次会邀来参与闯关 担任关主的大城国中科唱队伍 准备的闯关摊位 是利用酒精压力等原理 来设计闯关的活动 老师王百恒表示 生活上的许多事物 都是利用科学原理 来方便我们的生活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展示 能够让同学们活学活用 进而能够从原理之中 再次创新 落实科学教育的基础成果 我们这个游戏呢 是用酒精变成蒸汽之后 产生的气爆现象 威力注意把养乐多瓶打出去 产生它的效果 还可以再一次啊 还可以再一次啊 这太紧了啦 还可以再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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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县议员吴国昌 肯定县府教育处的用心 能够举办这样科教巡回教育的活动 平衡城乡科学教育的差距 并且利用闯关 激发学生对于科学的兴趣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来引导学生们学习 从娱乐中学习 相信也能让他们的科教知识 更加扎实 也期望县府教育处 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 拥有科教概念基础 让城乡科学教育 能够均衡来发展 这样子 利用一个大气压力的原理 然后这个在这里 扣住 早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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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對著城鄉科學教育的差距 能夠平衡發展 能夠把差距縮小 我認為這很值得我們來推廣 因為現在 尤其看到今天產官學合作 包括PM5.5 地尊頂頂 由國立季蘭國際大學來提供他們的專業 讓我們地方對未來空汙方面的房租 讓孩子有一個概念 所以說我們南道官雖然是比較平衡的地区 但是孩子的科技教育 科學教育 也必定要來平均發展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非常 特地我們來推動 希望這座最初的開幕和所有的巡迴 專業租宿的一個關注 能夠帶給我們的小朋友 更加深對科教的租宿 以及教育的接受 副議長潘一全肯定南投縣政府教育處的用心 也希望縣府教育處除了科學教育上的努力之外 對於其他教育資源的引進及開發 也都能夠好好來規劃 讓南投地區的學生在教育資源上 能夠盡量與渡會區靠近 縮短城鄉教育發展的距離 讓學生們都能夠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均衡來發展 民意新聞 陳偉宜專題採訪報導